好 那大家好 所以我是這個下一場的講者 然後我也是剛好是今天主持人蕭欣盛 那自我介紹一下 我就是本來是工程師 就是然後也是長期參與GTV專案 那之前一開始是在美國美東的時候 開始參與 那發起了像是國家保障等等專案 那18年的時候回到台灣 然後曾經參與選舉 然後後來也對於這些數位政策 這個數位治理的東西很有興趣 那同時因為 剛剛恩恩講到他參與OGP的時候 我也是18、19年 在喬治亞跟加拿大參與OGP 那剛剛聽到恩恩講才發現 參與OGP的當下那個身份其實很重要的 那我想一想的確也是 因為我在18年第一次參與OGP 阿端舊我去的時候 我正好正在 在參選在選議員 所以是一個候選人的身份 那從這個很繁滿的選舉行程中 抽出一整個禮拜去一個國家參加OGP 其實還蠻大膽的 但是現在想起來就是還蠻值得的 因為那個時候是在參選議員 是一個地方 就是以一個不是政府的角度 而是以監督政府的角度去參加 所以我想當然我就選了這個 他們的那個小組就選了開放議會 Open Parliament 開放國會小組 那也是當天第一個 唯一一個台灣人參與的 那是全國 就是全世界的議員 國會議員 國會議長 都在喬治亞那個議堂裡面 那我就是唯一一個代表台灣的 那也是看到了 那也是剛好好像OGP第一次有開放議會這個小組 所以就帶了很多想法回來 那也很有榮幸在今年跟著很多好朋友一起推動 在台灣推動開放國會這件事情 所以但今天聊的議題是開放政府跟數位治理 因為之前參與了關於這個EID的法案的討論 那剛好也參與了開放國會的委員會 跟開放政府的委員會 所以現在一直在想這個兩個議題 但其實這個兩個議題是相輔相成 比如說你開放政府 你一定要有很多利用透過數位的管道 來增加公民參與 來吸收更多人的意見 以彙整更多人的想法 那數位治理當然就是以數位的管道 跟民眾提供服務這些的 所以其實這個開放政府離不開數位治理 數位治理也離不開開放政府 所以我自己在想這兩件事情 是要怎麼樣怎麼樣搭上線 那我自己想的是三個 今天想要出錢的聊聊自己三個想法 那這個三個 第一個 不代表目前我們開放政府正在推的方向 是我自己想的 因為剛剛有朋友問到說20年後 那我想20年後如果這三個都能進入我們政府裡面 成為開放政府的一個承諾的話 那會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所以只是跟大家拋出來聊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的一個 一個ideal 這是一個很理想的狀態 那目前當然 因為身為委員會委員之一 當然我必須得先聲明 這並不是我目前在推的 但是大家可以去你知道 push一下 那就是第一個就是資訊公開法 再來就是開源軟體 然後就微採購 資訊公開法就會介紹說 因為我就是開放資料 這究竟怎麼推開放資料 但其實台灣這幾 這十幾年來 其實已經推了很多開放資料 不管是台北市也有開放資料平台 國發會也有開放資料平台 那其實已經算是做得很不錯 但是我們就是一直覺得 開放資料好像一直 好像沒有到那個甜蜜點 那所以我其實我自己本身是 國家保障的發起人 那不曉這邊有多少人認識國家保障 謝謝大家 那國家保障就是一個開放資料的檔案 因為我們到美國華盛頓DC附近 把他美國檔案局裡面 有關台灣的所有歷史史料 全部翻拍出來 公開上網 成為一個台灣歷史史料的開放資料庫 那所以就在想說 這種開放檔案的方式 怎麼樣在台灣獲得推行 但是因為其實回來這兩三年來 一直覺得 好像就沒有辦法推行 所以我回去查說 為什麼 美國的開放檔案 跟我們這有這麼大的落差 所以就看說其實他在美國檔案局裡面 他裡面就直接聲明說 所有的檔案局裡面的數位影像 他都是open 就是public domain 所以他在檔案是整個public domain public domain意思就是根本就沒有 智慧財產權 那你去你翻拍了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智慧財產權 這就是public domain的意思 那就是說一個國家 它的運行的狀態中 產生的文件的檔案 其實理應都是public domain 那為什麼我們國家的這個 明明就有一個政府資訊公開法 卻沒有辦法達到這麼開放的程度 那剛好我最近又在翻譯就是去了愛沙尼亞 然後去研究他們的數位政府 數位治理架構 那回來之後就總結了一些 他們覺得在數位政府上面 非常先進的一些法條 那召集了一些朋友 一些朋友來幫忙翻譯 那翻譯的其中一個就是他們的 訊公開法public information act 那看到一些很重要的關鍵 像當然他們有很多法條 其實我們也有 但是他最重要的是很多 但是其中之一個當然是 他要有一個監督單位 所以他監督單位 他就說他的愛沙尼亞資訊保護監督會 愛沙尼亞資訊系統管理局 跟愛沙尼亞統計局 他這三個單位負責監督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這個運行 所以意思是我今天想要一個資料 那我要不到 我就投訴到這個監督的單位去 那他們就必須去 去跟這個單位要說 為什麼不給我資料 所以這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不只是公開資訊公開法 像是個資保護法也是 台灣的個資保護一直沒有辦法做到 就是國際的標準 還是追根究底 還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 獨立的監督機關 所以說這個其實是 我看到一個很重要 那另外一個其實是 他在愛沙尼亞的公開資訊法裡面 也有甚至連規範細部 細到連政府的部會的資料庫都有規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首先這個是一個開放的連結被卡掉 不過沒關係 eid.xia.tw xia.tw 那就可以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 這是一個開源的電子書 那這個是 他另外一個我們翻譯的法條 叫做數位服務及資訊管理條例 那如果我們跟政府要檔案 政府提供我們比如說API還是檔案的話 那他其實也是一個數位服務 所以其實愛沙尼亞他的數位治理 他的數位政府那麼先進 是他們已經把數位服務提升到一個 甚至用法條規範的境界 所以他這邊就寫說 服務管理之發展之責任 所以他就是他在規範 用法律規範部位會不會說 你提供數位服務的時候 應該要擔保哪些責任 應該要達到哪些服務品質 所以大家可以覺得說 我們上政府的一些開放資料平台 常常不是第一個 那個檔案可能出來的格式不對 或者是出來格式了之後 整理的就是沒有辦法使用 機器沒有辦法判讀等等一堆問題 那其實追根究底就是 政府沒有這個數位服務的這個概念 那他當然也沒有辦法確保說 他的數位服務達到應有的品質 所以為什麼埃塞尼亞的數位政府 可以做到這麼先進 其實追根究底就是他們 在法律的層級上 是非常先進的定義了這些數位服務 所以說其實政府開放資料開放已經十幾二十年了 但是如果沒有一個數位服務的概念進去的話 其實我覺得在現有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會 不一定會達到最後我們想要走的目標 那再來就是開放資訊的部分 再來就是開源軟體 那我們這邊開放文化基金會 大家應該就是對開源軟體都很有認識 尤其很多G0V的參與者 所以開源軟體是什麼 開源軟體就是我們寫了一套軟體 然後把它的原始程式碼放在網路上 放在Github上 那其他工程師就可以來看來使用 那政府使用開源軟體有什麼好處 所以第一個就是它可以重複使用 所以假設今天開放國會 用了一個開放軟體來做它的網站 做它的什麼 那比如說有另外一個議會 地方議會 台北市議會 他們也想要做開放議會 他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軟體拿去用 就可以重複使用 就可以節省下不必要的開銷 再來就是廠商中立 所以如果你政府今天有個標案 但是你這個標案裡面必須是開源軟體的 這代表廠商提交這個標案給政府的時候 它的程式碼必須是開源的 程式碼是開源的時候代表 你今天要換另外一個廠商 另外一個廠商已經 下一個廠商已經可以看到 上一個廠商的程式碼 所以它就可以知道說 我大概要怎麼接這個標案 我要怎麼做 怎麼讓它更好 所以你可以達到廠商中立 變成不會說一套系統 可能是教育部一套系統 20年了都必須是同一套廠商來維護 因為只有它會寫這個標 這個系統 那這樣沒有達到廠商中立 中間當然先不要講說 有沒有什麼思想掃掃問題 但是就是一直 同一個廠商20年來一直維護這個系統 會變得它沒有辦法進步 它沒有那個動力去把它做得更好 再來就是平台中立 你開源的軟體 你必須要平台中立 所以你不能說以前我們報稅 只能用Windows報稅 用Mac 就是唐政偉上任之前 用Mac沒辦法報稅 那就是很明顯的就是 使用非開源軟體 所以造成的這個 叫做平台Lock in 就是變成你必須鎖在某個平台上 沒有辦法做到平台中立 那第四個當然就是透明了 所以你政府推出了一套軟體 很多 現在就講EID好了 對不對 大家要對EID罵成這樣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知道說 政府拿這套EID究竟做什麼 我去用EID開一個銀行帳戶 會不會內政部就知道 我開了一個銀行帳戶 那你今天如果這個EID 甚至是它後面的運行系統 都是透明的 都是開放程式碼 那你有這個疑問的時候 你如果有能力 你可以自己去看它的程式碼 你如果沒有能力 你可以依賴科技社群 去幫你看它的程式碼 看它說它是不是一直在監控你 所以這是透明 再來就是開放參與了 你有開源程式碼之後 你就可以政府做了第一點零版 然後民間拿出去做二點零三點零 所以我就說政府開發民間升級 那最有名的例子 當然就像是愛莎尼亞 他們的EID 政府推出第一點零版 然後EID的Reader 那個插卡機 政府一開始開源了之後 民間就拿去做他們的其他的應用 可以直接弄到手機上 弄到Mobile上面 直接綁在手機上 你就甚至連那張卡都不用帶 所以說政府開發民間升級 這是開源軟體的最大效力 但是開源軟體是不是全部都是 全部開源程式是不是就是這麼Rosie 就是大家去看想像的一樣 就是天堂 其實也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開源軟體還是有幾個迷思 第一個 我們在推開源軟體給公務人員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這不可能 這個我們每天都有駭客 中國的駭客來攻擊我們網站 怎麼可能開源 開源之後 是不是更讓人家更容易攻擊嗎 所以他們就會有第一個迷思就是 開源軟體一定不安全 因為大家都看到你的程式碼 但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讓你的程式安全 依賴的是把你的弱點藏起來 那個根本不算是一個防護 任何一個有經驗的工程師都會告訴你說 不可能你把它藏起來 駭客一定找得到 所以你說你不讓人家看你的程式碼 沒有用你程式碼一定會被看到 你有弱點還是一定會被找到 所以你開源起來讓科技社群先去幫你看一遍 幫你攻擊一遍 這個才是正確的 但第二點反過來說 難道開源程式就一定是安全的嗎 其實也不一定 因為如果開源程式有分很多人用的 像是Linux什麼什麼的系統 也有像是很少人用的 其實就像是一些比較社區型的開源軟體 那如果用的人不夠多 沒有夠多人去幫你測試幫你防護 那他反而可能不安全 所以說 但是如果政府要採用這套開源軟體 他一定要先投資 第一個讓更多人使用 然後他甚至要跳進這個社群 有時候可能不是政府做得到 所以政府可能一定不會想用那些比較小型的 但是他可以參考使用大型的開源軟體 那再來就是開源就是免費的 對其實也不一定 開源軟體不一定就是免費的 因為就像有人說 你任養去 任養一隻流浪狗 他就是免費的 其實他不是免費 因為他長期以來 開始要投入很多的心力 所以說 不一定開源就是免費的 第四就是只有新創才需要開源 其實這也不是一定的 因為其實就像台灣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不是只有新創公司才需要開源軟體 我們有G0V社群 有科技社群等等 所以這是在開源軟體的部分 所以我們甚至是其實做開放政府 其實就我個人覺得一個 20年後如果能看到台灣政府長期的 在廣納開源軟體的話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第三個就是微採購 微採購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那是從美國那邊 Digital Service那邊傳過來 那什麼是微採購 就是政府軟體的新型態的採購方式 因為其實現在政府 現在軟體這麼新 新創公司每一個禮拜 就推出一個版本 新的版本 新的版本 那政府的軟體還在走標案 公開招標 然後一個月兩個月 然後這樣子 然後不開源 就這樣其實已經落伍到非常 非常落後的境界 所以其實到這個 美國的這個 比如說Cloud.gov 還是一些地方的話 可以看到第一個 他們已經有Github在上面 那他們就 很早就推出了一個叫做 微採購的方式 那微採購就是你既然是軟體 政府的軟體 你就放在Github上面 然後讓想要招標的工程團隊 或工程師直接在上 你需要做什麼新的 feature 新的服務 你就開這個issue在上面 然後工程師就上去認領 他一個認領的動作就是一個微投標 那你就審核 你如果審核 覺得他這個工程師 或者團隊可以了 你就通過 然後讓他取得這個微標案 然後他做好了之後 他就直接在上面發這個 這個在Github上面的術語 叫做PR 叫Pool Request 他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這做好了 我直接送回去你的這個原始碼裡面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 這個根本就不需要經過任何的 繁瑣的招標程序 用工程師非常熟悉的一個流程 就是在Github上面 直接看你需要什麼新的服務 直接送這個PR 那這個就是 然後另外一個 對這邊就是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從這個方向 那這個微採購其實也是非常 非常新穎的想法 那其實上次去國發會跟他們討論這個 現在TRAW的時候 其實我有提出這個建議 因為其實台灣要做這個軟體採購 還是一樣就是卡在這個很多 第一個公務員不知道怎麼開標案 然後工程師不知道怎麼接標案 所以如果能用這個為採購的方式的話 其實是可以讓這個更加提升 好 那我現在今天簡報在這邊 那我順便介紹下一位講者 對 一秀 侯一秀律師 謝謝